華語電影界的年度盛世金馬獎週末登場 本屆台北金馬展職行委員會主席李安 和評審團主席龔麗 日前率12名評審公開亮相 分享評審影片的心情 這是李安首次接下職委會主席 坦言有壓力 延續金馬任總道遠 我來接這個主席 當然有壓力 我也有自己的責任感 我的社會責任感 還有對這個華語電影圈裡面 一份的需要貢獻的這種心情在裡面 那我希望就是說金馬獎除了在藝術上面 大家對他的品位有一種信任 另外就是說他對產業有很大的鼓勵 他是也相當接地氣的一個影展 李安這次邀請到中國知名女星 龔麗擔任評審團主席 龔麗是首位在威尼斯銀展 豐厚的華人女星 也有豐富的國際評委經驗 他表示針對演員獎項評選方向 注重角色在電影中的分量 與表演功課是否做足 我覺得真的能感動我的就是 你能看得出來他的 他的他所扮演這個人物是不是 在這個電影裡面 有他的分量 還有他的在表演上的不同的一些 做了一些功課 我覺得一個演員 在你接到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不應該說你怎麼去演這個角色 你應該是怎麼去成為這個角色 另外本屆金馬獎系列活動 邀請電影各項專業領域的大師 及引人分享寶貴經驗 也為金馬增田看頭 中央社記者 翁宇峻台北報導 中央社記者 翁宇峻台北報導 雲 維